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事情画面又拍下 简性嫌犯大冷天裸着上身 跳进暖暖车站的平郊道内 没多久就遭到火车闪避不及 直接撞上身亡 他是对警察有什么不满吗 简性嫌犯母亲在亲友陪同下现身警局 哽咽的向警方道歉 对不起警察 不过走出来之后面对记者提问 一句话都不说 脸书上大头贴 秀出之前跟黄色小鸭的合照 简性嫌犯非常喜欢布袋戏 也时常贴出去看展览照片 简性嫌犯是新北市供僚人 就住在市区 家里务農并非望族 包括他家里有三个兄弟姐妹 母亲在便当店工作 他的哥哥跟姐姐则工作不稳定 简性嫌犯曾当过超商店员 邻居透露他目前也是以做工为主 三十四岁简性嫌犯前科也曝光 过去在少年时期犯下窃盗案 另外二零零七年曾因为无照驾驶 遭到金融一分局举发 二零一三年也违规变换车道 同样遭辖区分局举发 是否情绪不稳定才会犯案 这是不管什么原因 已经酿成不可挽回的悲剧 华视新闻招收郑佑 李明威 基隆报导 哈喽 大家好 我是林一文 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快订阅 按赞 开启小铃铛 锁定华视新闻的YouTube频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